那么,当时的少林拳呢,主要就是一部功法,叫少林十大功法,还有呢,三部拳法,三部兵器。 你比如,除了少林十大功法,这十种练功的方法以外,它还有呢,少林五行八法拳,它对应的就是呢,镇山棍,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镇山棍。 那么,大金刚拳,它对应的兵器呢,是金锤刺,十八罗汉长所对应的兵器,是少林紫围棒,这呢,三拳三戒,这个三种兵器。 从中呢,也可以看到,它是严格的,按照了,啊,这个佛教的综仪,啊,所承传下来,因为少林寺素语,全棍明天样,啊,它没有,啊,这个,像我们今天看到的,刀枪剑棍,斧月勾叉,啊,它没有这些东西。